大家好 我是Jo姐姐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如何做披萨 那这个是我已经弄好的那个面粉糊 里面是400克的那个 高筋面粉 2到3汤匙的奶粉 4克的酵母粉 有油大概2汤匙 然后盐巴一小撮 还有糖40克 水我们要大概120左右 然后这样下去把它调和以后呢 让它第一次发酵 因为我今天早上才要做 所以我放在冰箱里面 那我现在拿出来了 已经让它回温了 因为我刚刚出去办事情 所以 让它回温的比较久 那我们现在要赶快把它倒出来 所以 在桌面上撒点粉 免得它沾黏 然后呢 再把它倒出来 这个我们摆在冰箱 它自然发酵的 这样子的水分吸收会比较足够 这个面团会比较柔软 做起来会比较好做 如果你喜欢吃柔软一点的人呢 记得面团就多加一点水 然后隔天再来 揉它的话 这个面团会更加柔软 更好做 我们上面再撒一点手粉上去 才不会沾黏 然后我们去把它排气 这样差不多了 这样把它气全部排出来 我今天要做的是方形的 所以可以稍微把它 弄成方形的样子 比较好调整 好 拍到像这样差不多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 我要把它移到那个盘子里面去 这样它 让它直接发酵比较快 好 我今天要用这种深一点的盘子要做 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要做分量大一点 底下先给它涂一点油 这样子等会它才不会沾黏 OK 就这样把它涂好了 现在把面团这样子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放在下面 把它摊上去 然后再来慢慢的塑形 这样我们还要再让它发酵一次 稍微形状拉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全部都调好了 大概看一下像这样调好了以后呢 边边稍微凸出来没有关系 这个是自己做homemade 通常都是这样 不是像外面那种 SOP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如果有气泡的 我们就稍微把它戳破一下 那你可以在上面也顺便 吃一下冻 等一下烤的时候 它才会呼吸 看这里比较薄 把它推一下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这个皮很大 所以我打算分两半 一边是做 那个 日式章鱼烧口味 这边是做 就是一般的起司口味的 所以我们就 分成两边 然后我们就给它放在旁边 让它发酵一下 我们去准备配料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材料 这个披萨它需要的 蔬菜配料呢 你可以用红田青椒 然后还有这个青椒来做 还有番茄 然后还有洋葱 洋葱是一定的必备的 那你也可以用绿的 这种 青葱也可以 那这红田青椒会让你的整个 披萨看起来 颜色会提升 当然外面披萨不会放这个 最常用的就是青椒 全部都 用青椒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看你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加什么东西 我刚发现我冰箱还有这个杏鲍菇 这个也可以加到我们的 日式章鱼烧口味里面 也会很好吃 好那就让我们来先把材料清洗一下 再来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材料大概 肉类的 我们需要牛肉 如果你没有牛肉家里有猪肉也可以 还有 鸡丁 鸡丁 我是放另外一边 如果你全部都用牛肉也是可以 然后再来 章鱼烧的部分 我们要有一点 当然一定要有 那个 这个花枝 还有虾子 虾子你就看你要用虾仁 我刚发家里有这种大只的虾仁 那这个鸡丁呢我们要把它切 薄片一点 这样子放到披萨里面才会比较好吃 而且重点披萨材料 不能太湿 太湿的东西不能放到披萨里面 不然它烤起来会不好吃 好那我们也材料不能太多 OK那就这样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材料拿去洗一洗 然后来处理一下 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我们的材料 首先呢我们洋葱 当然有吃过披萨应该洋葱 直接切什么应该知道咯 我们洋葱 首先先把它切丝 要切越薄越好 我们洋葱把它切成丝以后 放旁边备用 稍微把它抖开来一下 这样等一下比较好用 然后再来我们要来切这个 这个我们不需要全部 我们大概 一半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一样 一半就可以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红田青椒 大概取这样子的部分 你喜欢多一点就自己加 我这是看个人 然后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切丝 这样要切 多一点的丝 不要切太粗的丝 把它切越细越好 看你的刀工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黄的也一样把它切成丝 再我们要切青椒也是一样把它切成丝 青椒我们要用的量比较大 所以大概就一颗 如果你不喜欢吃青椒就不要发 好我们全部都切好了以后把它放在盘子上面 然后再来我们要切番茄 把番茄切成薄片 再来我们把杏鲍菇切成薄片 然后葱我们也把它切成断 再来我们要处理海鲜 这个海鲜鱿鱼呢我们先切圈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花枝头先拿来用掉 然后再把它对切 颗粒不要太大 这样就可以了 配料也要我们不用太多 大概放 放半条就可以了 再来虾子 我们把它 一样也是把它切小丁 这样就可以了 海鲜我们全部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汆烫它 那这个肉也一样 我们等一下也要来汆烫这个肉 这个牛肉跟鸡肉呢 我都先用热水把它汆烫过 就用一般的热开水把它汆过 然后我们这样子等一下 再去炒它才不会有肉稍微 我们稍微把它切断一下 不要那么粗 稍微检查一下 让它 等一下在里面不要有的太大块 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切鸡丁 它有带皮 如果你不要就把皮拿掉 把它切薄一点 这个还没有到很熟 你可以再把它烫一次 因为我等一下把它腌一下 这样它才会 吃的时候才不会觉得 这个肉都没有味道 看一下这个肉不要太大块就好了 好这个我们鸡肉也差不多了 就这样切好了 肉类跟海鲜我们都切好了 那我们要来处理一下 因为这些都要先炒过才会香 你以为直接丢上去呀 这样披萨不好吃 所以我们要稍微把它炒一下 炒香它 首先这个鸡肉呢 我要做BBQ口味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 好市多的BBQ 稍微倒一点点下去 让它有味道 不要太多 然后就把它 搅拌一下 让它 腌制一下 这样我们先放的 这个牛肉我们要做和风口味的 所以我用一点酱油膏 不用太多 让它有一点味道下去 这个呢我们就这样把它搅拌一下 腌一下味道就是 不够就再加一点 让它有点颜色 好 这样拌一拌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因为它还没有熟 所以我们要炒 刚刚那个肉片其实就不用炒了 刚才想到这个鸡肉啊 加这个好市多这个 这一款叫咖喱调味料 咖喱胡椒 应该会超好吃的 超香 把它拌一拌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炒杏鲍菇 因为杏鲍菇我们要放进去 让它有香味 不然你直接下去烤 这个香菇也是有它那个菇味 会不好吃 口感就 打折了 这个杏鲍菇要配什么煎的 要配 奶油下去煎 才会香 所以记得要放奶油下来 把那个杏鲍菇的水煸出来 这样等一下我们下去 放到pizza里面 这个杏鲍菇才会变得比较 好吃 然后我们扁的差不多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起锅 现在我们原来的锅子呢 我们要来爆炒这个 白的先放下去 把它煸香出来 刚刚这个杏鲍菇没有炒到 没关系 然后把它煸香出来 会有点焦焦的这样香气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鸡丁 刚刚腌的鸡丁有没有 给它放下去 炒香一下 炒的像这样差不多以后呢 肉变白色 我们就把青 绿色的也把它放下去 这个绿色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差不多翻炒一下就起锅 再来我们牛肉也放下去 给它炒香一下 这样比较有味 好看到这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婆婆妈妈女朋友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朋友 请他做这道好吃的料理给你吃你才有口福可以吃得到哦 直接用这样炒翻炒就可以了 在炒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米酒下去 让它去腥一下 再把它炒到变熟了就可以了 我刚好有柠檬 那我就加点柠檬下去 去腥一下 好炒了大概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已经全部都缩水了 这是我们披萨所需要的配料 看起来好像很多 其实等下摆一摆就不见了 你看这是我们刚炒的鸡丁 这个是我们的海鲜 就是鱿鱿跟虾子 这个是我们的杏鲍菇 这是番茄片 这个是牛肉 再来就是我们的红甜青椒 然后我们的底下的sauce 就是这个是 好斯多的BBQ酱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要做章鱼烧口味 这个叫做柴鱼片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叫做美乃滋 还有当然最重要要有起司 我们的起司条 好这是所有的材料 那我们就开始来组合了 我们面皮也发了差不多了 你看已经 有发起来了 这样切一半 这样子你等一下才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它的分界线 这样子一半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底下要先涂料 那个BBQ的下面我们先涂个这个 我们先涂番茄酱下去 我们番茄酱放上去以后就用汤匙这样把它涂平开来 抹开来 如果你怕不够咸的话你就可以 再加多一点 那不要太湿喔 它会 发不起来 这样差不多啦 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铺我们的 先做另外一边 我们等会再做另外一边 这个底下我们先把这个起司铺上去 这样把它铺一些 铺均匀一点 好然后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铺点洋葱 洋葱要把它抖散开来 洋葱也不要铺太多喔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 开始铺我们的番茄 再来铺我们的 料 我们这个是做BBQ口味所以我们要把鸡丁放上去了 鸡丁大概放在这个中间 水不要下去喔 我们只要料下去就好了 均匀的把它铺开 好这样这边就差不多了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这上面再给它 涂一点点BBQ的口味下去 刚刚应该底下再铺一层了 我刚忘了铺 那我们就在上面这边稍微 点缀一下 让它加强味道 那我们上面可以再放一点这个 青椒 要放上去 这个一定要放的 这样看起来很澎湃啦 这样我们大概铺好就是我们的 BBQ口味的 鸡丁的 那我们就把最后起司再把它铺上去 所以其实我们的材料都已经是熟的 只有蔬菜 蔬菜不熟是也可以吃的 所以不用担心喔 OK好 这个我们铺好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做这个 桑鱼烧口味的 我们就用这个美奶汁下去把它 当它的 基底底下的sauce 然后把它涂开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 放一些洋葱下 不用放太多喔 跟刚刚的步骤是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可以下面铺点 青椒 跟那边一样都有青椒 然后我们这边会放一点红甜椒 来放辛苞菇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 虾子把它放上来 跟鱿鱼把它放上来了 我们可以再放一点肉下去 我们在这个章鱼烧的口味 最后呢 上面要撒上柴鱼片 这样吃起来才有那个 章鱼烧的口感 就是这个 秘密武器出现了 除了 我们要用那个 美奶汁之外呢 还要有柴鱼片 吃起来才会有 香香的 章鱼烧口味的味道 我们就可以撒上 起司条 好了这样我们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放进 烤箱 进去烤箱里面180 我们烤30分钟 如果你是200大概20分钟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盖起来 让它烤了 好我们美味的 看下来吃 披萨 那这边是 这边是 烤箱里面 这边是 烤箱里面 烤箱里面 那我们就来 试吃看看 我们的 披萨好吃吗 我们先来 翻一面起来 看看它的底部 我们熟了 熟了 底部很漂亮 这个底部刚刚好 吃起来 烤焦的那种口感 我们现在来切一片 来试吃看看 先切这旁边来吃一块看看 这是我们的披萨 看到没 这底部很漂亮吗 试吃啊 开动了 嗯 味道口感不错 烹得很好 我们自己动手在家做的披萨 好大一块哦 如果你家四人的话 刚刚好吃起来 可能还会有事 我今天因为很多人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 两个口味的披萨 非常的方便 又很简单 放进去烤箱里 可以去做你的事情 如果你也喜欢吃披萨 自己动手在家试试看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 烤披萨 BBQ口味 跟上鱼烧口味的 烤披萨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好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 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 最重要分享给你的 老公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 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置哦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好那我们下集见 谢谢大家 我计划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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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